发光由幼血脉 行至于忌伦 从幼脉到忌伦 幼脉进入忌伦 以忌伦其光若破扫之至 泥泥而生 它的光明好像出现 太阳出现一样 慢慢的上升 奇光越来越大 灿灿如日之偏脏 若慧骨气脏脏而起 好像慧吸满了气 就慢慢的脏起来 我们吸气的时候 那个慧自然会脏起来 收收的时候就下降 它是比喻而已 又行又血脉 观其至于心轮 俱全三法 互行血脉 至喉轮 一样的道理 一直到了喉轮 一念济三法 互行血脉 自这个右耳 右耳放光而出 右边的耳朵 从右边的耳朵 放出光明 放出光明出去 尤其以光中 放出本尊的谈成 由这个光 放出本尊的谈成 我们经常照到那些谈成 那个剥叶光 剥叶光里面都是谈成 剥叶光里面全部都是谈成 每一个你注意把它打开看看 里面真的都有尘 都有谈成在里面 剥叶光里面都有谈成 那么事惯 惯于一切友情的相细 友情众生 生成本尊 有情所成的本尊 以及所放之光 二者香蕉 化为甘露金碎 由顶门开启之番械 进入中脉 我告诉大家 放出气的光 照遍友情众生 在密教里面我们讲 观想有这样子观想 你放出气的光 就把你前面的所谓 后面恩人师长 右手边 父系亲人 左手边母系亲人 前面有六道众生 焉亲在主 你全部把它照片 就是用光去照片他们 然后再集合 把光集合起来 再从你的顶峭里面进去 这些都是方法 这些都是方法 这样子呢 化成甘露金碎 由顶门开启之番械 就再重新进入你的中脉 这是一种形犯 这是一种形犯 我讲的 单修就是一 双修就是颜 双修就是颜 是一种形犯 双生就是一种颜 我讲过的 好